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移民局官员表示 为执行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 加强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 他们上星期搜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77家公司 自从自1月1日起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 禁止本州执法人员配合联邦执法人员逮捕非法移民 联邦移民局在加州北部的旧金山 萨克拉曼托和圣和赛等城市进行突袭 移民局发布声明表示 采取行动是为了执行禁止企业雇佣非法劳工的法律 以保护美国公民和其他合法雇员的工作机会 移民局还说 联邦执法人员2017年在全国共进行了1360起类似突袭 为法企业合计支付约1亿美元的罚款 另据报道 2017年3月宣布成为庇护城市的旧金山湾 弗里蒙特市近来三个月内 以两度收到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警告信 信中提到 目前为庇护城市的弗里蒙特应与联邦机构合作 若执意保护非法移民 可能会停止其部分的联邦经费补助 司法部在信中还表示 弗里蒙特的庇护城市政策可能违反联邦第1373条法律 并提到 弗里蒙特于2016年获得博恩纪念司法援助计划的拨款 就必须遵守联邦法 根据伯恩纪念司法援助计划规定 遵守联邦法律的行政区才有资格获得拨款 去年11月 美国有29个城市收到类似信件 其中23个城市于今年1月24日再度收到警告信 弗里蒙特市为其中之一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